尽管有迹象显示 新冠疫情在法国下降后又出现稍微的回升趋势 但是法国政府从周一开始放宽了大部分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 取消在酒吧 电影院或餐厅等公共场所所需要出示的疫苗接种证 在商场内不再强制佩戴口罩 但是在医院和公共交通工具上依然需要佩戴口罩 健康码不再成为生活必需 去检测的人数也锐减 大部分法国民众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 他们迫不及待地摘掉口罩 但也有人觉得应该继续保持紧闭 我学生的身体 所以现在我活得更好 但我们必须要进入大部分 有很多人在学校等两个月 不放松环节 不在学校等大部分 在学校中的学校 在学校的学校 不放松环节 所以在学校的学校 最后一体的学校 在学校上都不墙广 今天 我认为我们很常常的胃口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意识的胃口 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意识的 我们有很多意识的胃口 我认为我认为了有些人 我没有见过 而是我们的胃口 所以我们是最后的胃口 我们已经有很多意识的胃口 因为在语言时的胃口 不ihat的嘴巴,所以你的手機 都很勉強,所以他們會抽出自己的口利 所以要挑選擇她們的手機 甚至些人多保持 有些學生也保持也保持 這是很理解的 但我們在我們的營 我們不太受到的病毒 這不是很危險 所以我們都會抽出 我們是滿愈的 我們是有孕孕 而且是冬孕孔 hag内的孕孕孕 所以那裡 這是一個好感的 好 Came面 我們沒有穿上 我可以看到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不见过的年轻人 我们不见过两年 我认为我们是在一种平常的地方 但我看着我们的情况 我看着很多情况 我看着我一个人的相机 我的手机是在学校的 在学校的地方 在学校的地方 我看着很多地方的地方 我看着很多地方的地方 我真的不太舒服 在法國現場